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当代艺术研究会会长蔡智里博士 我也是凯辛国际教育集团教育总监和华文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 今天在亚洲艺术协会主办的2021PaperOne手抄报创作大赛公益活动的讲座上 我和大家谈一谈一个蛮新鲜有趣的课题 融合艺术 什么是融合艺术呢? 艺术又是如何融合的呢? 是不是把很多不同的艺术混在一块儿 就是融合艺术了呢? 那如果我把红色和蓝色的颜料混在一起 变成了紫色 算不算融合艺术呢? 如果我们安排不同的族群的舞蹈员 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 一起上台跳自己的民族舞蹈 算不算融合艺术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能看到的不同形式的艺术媒体 例如写作 绘画 音乐 摄影 雕塑和舞蹈等等 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 这些艺术的表现方式 似乎都很不一样 但是 其实啊 万法归宗 所有的艺术在实质上 大致相同 都是在抒发内心的情感 都是在对真、善、美的追求 如果我们动动脑筋 发挥奇思妙想 巧妙地把两种或者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加以融会贯通 就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了 好 就让我举个例子吧 当我们听到一支美妙的音乐时 身体就自然地摆动起来了 甚至于很想站起来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很自然地 我们是把听觉那种愉悦感 转化为手舞主导的肢体动作 我们就是在无意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艺术的融合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进行什么样的艺术融合呢 在欣赏一幅画时 我们的心灵有所出动 大多数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会把这种感觉藏在心里 那么过一段时间就随风而逝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要尝试把这种很微妙的感觉 来写成一首诗 也许等待音乐的朋友可以把这首诗谱成曲 会唱歌的朋友把它唱成歌 会跳舞的朋友跳成一支舞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种美好的艺术的融合了 我们也可以读了一首很优美的诗歌后 根据诗里描绘的情境 把它绘成一幅画 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的一首诗啊 每个人画出来的画 其实都会很不一样 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了 当你听了几则笑话后 有没有想过 尝试把这些笑话给串联起来 变成了诡谐有趣的相声脚本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相声脚本 很多的相声脚本 都是这样子编成的 或者我们把几个听来的小故事 创成一个比较长和比较完整的故事 甚至是一部小说 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名著 西游记 其实啊 吴承恩这个作者 就是这么样子的 把它编造出来的 因为他到处收集资料 到处听了各种民间的传说呢 然后根据唐山上到西天取青的故事 就编出了这部中外文明的神魔小说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说明艺术融合之后 创造出奇迹来 好 除了我们熟悉的中文之外 世界上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包括了像英语啊 德语啊 法语啊 日语啊 很多很多 语言文字 其实是另一种可以融合的媒介 例如 我们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或者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在翻译不同语言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语音啊 词汇啊 语法 还有文化背景的不同 就会碰撞出很多难题 也同时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了 嗯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我可没学过写诗 也没有学过如何创作相声脚本 我的那个英文的水平也不高 融合艺术的门槛太高了 我 我夸不过去啊 问题是 你如果没有尝试 怎么知道 不行呢 自古成功再尝试 只要找对了方向 勇往直前 就有可能创造出奇迹 有所成就 哎 就像我们所常常提到的 这个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数 虽然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 著名的造纸商 PaperOne 他们并没有满于现状 PaperOne通过各种融合技术 成为了造纸行业的跳触 造纸行业的创新品牌 例如 他们所研制的Prodigy 专专业的数码高清打印技术的用词 打印出来的这个色彩 特别鲜艳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还有呢 这个线条更加清晰 最重要的是 墨制更快的能够干 那这个墨制干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在等待了 这可就大大提高了打印纸品的这个品质 好 接下来呢 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说明一下 如何才能够融合艺术 咱们就先说 语言文字的魔术师 翻译艺术吧 中文 大家都知道 是从三千多年前 古老的东方流传下来的 而英文呢 它源自于七八百年前 西方北海的日耳曼方言 当然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变 就变成了今日的现代英语 无论是从文字的外形 语言的发音 还有词语啊 句型的表达方式来看 中文和英文 很不一样 很多时候 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例如 我们华人的姓氏 很重视 所以我们把这个姓呢 放在名字的前面 但是西方人很有趣啊 他们一般上都把姓氏 他们一般上都把姓氏 搁在名字的后面 那么我们把姓氏称为 surname 但是西方人却把姓氏称为 last name 后面的名字 那大家想一想啊 李白到了西方 就变成白李了 是不是很有趣啊 还有呢 英语里头也像我们中文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成语和谚语 举个例子啊 有一句英语的谚语说 once beaten twice shy 那你说如果这句英语的谚语 once beaten twice shy 把它翻译成 今一世长一世 虽然意思相去不远 但是似乎没有办法 表达出once beaten的那个感觉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中文里头 就有一句谚语叫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紧神 beaten 被咬 这个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 缘之间如果能融合得好 它就能够表现出一种神韵来 让人家看的时候 发出会心的微笑 好 看起来 我们常说的这个 Microsoft PowerPoint 很多人都直接都把它称为 PowerPoint或者是PPT 你的这个PPT做得不错 但是啊 我总是觉得 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文啊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它 别让一些外来的词语 方言也好了 英语也好 法语日语德语都好 入侵到我们中文的领土来 所以呢 尽可能啊 讲纯正的中文 不要夹杂一些乱七八糟 或者外来的这个语言吧 问题是 如果不说 PowerPoint 那中文是什么呢 有人告诉我 PowerPoint啊 就是电源 Power就是有力 Point就是点 那咱们可以不可以把它翻译成 强力点 或者是 PowerPoint不就是咱们充电用的电插头吗 那如果我说 啊 你的电插头做得很不错 那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那大家就 一头雾水 摸不着头脑了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它译成 微软简报 把Microsoft PowerPoint 译成 微软简报 Microsoft Microsoft的正式的翻译名称 当然就是微软 那么简报呢 就是简要的报告 那这正是 作为呈现方式的 PowerPoint 作为简报 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可见啊 在翻译时 在融合语言的时候 转换 过程里头 我们不可以根据 原文的字面的意思 意思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把它译成中文 那可要成为笑饼 然后闹出很多很多的笑话 因为翻译不当 闹出的笑话太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 既然谈到这个翻译 那就让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吧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英文有一句话说 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 什么意思啊 少就是多 如果中文那么翻译 你觉不觉得听起来 不就自相矛盾吗 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什么叫做 少就是多 那多是不是就是少呢 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很不妥当 对不对 好了 那我想请问大家 Less is more 这句英语的句式 怎么翻译才好呢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当我们要翻译英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弄清楚 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怎么样的一种语境下产生的 不能断章取义啊 那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就会知道 Less is more 是20世纪30年代 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 叫做路德 维希 密斯 凡罗 凡德罗 他提出来的一个建筑的理念 因为他觉得啊 当时很多建筑过度的装饰 失去了他原本的美 所以他就提倡了一种 简约的美的设计的理论 那因为他认为啊 简简单单的东西 带给人们的快乐和享受 其实更多的啊 所以他觉得简单就是美啊 简单就是好啊 不要太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所以 大家请看一看 想一想啊 如果我们把两个中文字 扫 写两个扫字 不过不要平行排列 而是上下排列 直排 扫扫 那你把这两个字 放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不过不要重叠 稍微靠近一点 两个扫字 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两个字 少少就是多 多么传神的表达了 less is more 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不是翻译 这是通过一个图像 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这个融合 这个艺术本身 可以通过文字啊 图像啊 音乐啊 等等的媒介来表达 当然 可能有些人 还是会问我啦 说 那么 less is more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那这个 这个说法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 很多方式可以表达 我们可以说是 以简甚凡 或者说 精简至上 这个就符合 咱们中文的 语意 语境 跟文化了 精简至上 就是不要太多 因为 如果你用 很精简的方式 表达 那内容就很丰富了 那就是多的意思嘛 所以记得 less is more 华文应该怎么翻译了 好 既然大家对 翻译比较有兴趣 那就让我多 讲两个翻译的例子吧 有一句 英语的谚语 叫做 Many drops make a shower Many drops make a shower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很多的水滴 多了 水滴多了 就会形成了 一阵雨 特别是一阵小雨吧 这个shower 不是冲凉的意思 但是 考虑到中文的语境 咱们总不能够说 很多雨水 很多雨点 变成 变成雨水 变成小雨 那 还是不好听嘛 那翻译成 如果我们翻译成 如果我们翻译成 会涵流 成江海 是不是 能够更传神的 表达了 这个 Many drops make a shower 的意思呢 中文的意思 更广了 它不是小雨 它是 会涵流 成江海 格局就更大了 意思也是一样的 聚少成多 聚沙成塔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Many drops make a shower 的意思是什么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英语里头 谚语 有一句话 我记得叫做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那直译成中文 好像很简单 一时 二鸟 没有错 一德 完全对等 但是 大家你不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 转换跟融合 两种语言的方式 还是不太理想吗 中文里头 有没有和 一时二鸟 同等意思 的这个 成语呢 想一想 有吗 我知道 一定有人想到了 那就是 一箭双雕 对不对 一箭双雕 很符合中文的含义 因为它就是 咱们中文 原原本本的 成语 为什么 一箭双雕 比一时二鸟 来得更好呢 因为 西方人用的是 石头去打鸟 咱们中国人 用的是 箭 好 说完了 这个翻译之后 让我们看一看 另外一种 融合的方式 就是从文字 转换为音乐 有些音乐人 他深深的 被古典诗词 或者现代的 新诗所感动 他们就用音符 为诗词 谱上了 动听的曲子 再请歌手 迎唱成 好听的歌 例如 宋朝的 苏东坡 他的水调歌头 明月起始有 几乎已经成为了 这个中秋节 最经典的歌曲了 还有近代的大诗人 徐志摩先生 他的偶然 也都是 先有诗 还有歌 后来 也成为了 广为流传的名曲 这是一种 很普遍的 融合艺术的方式 你们如果喜欢 哼哼唱唱 也不妨试一试 找一些 喜爱的小诗来吟唱 自己动手把一些诗词 拿来吟唱 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 其实 我觉得 无论是以任何一种形式 来进行艺术创作 大家都要记得 以真善美为原则 要营造人文关怀的生态 艺术是我们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环节 不但能让我们掌握一种 抒发情感的记忆 还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变得更为多姿多彩 我们要提醒大家 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 千万不要从阳媚外 也不要刻意去贬低对方 抬高自己 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心态 对人类的文明的进步 没有什么好处 只要是优质的艺术 都是值得我们去观摩 去学习和去融合的 我们鼓励同学们尝试融合 不同的艺术形式与媒介 擦出亮眼的火花 营造新的体验 开创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 这正是融合古今中外 各类艺术的美妙之处 我鼓励大家尝试融合艺术 并不是要大家放弃 原本经学得很好的艺术形式 我只是要唤醒大家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对艺术我们应该有一种 开放的心灵 去接受 去体验 去融合 我们一定要培养一种 勇于创新的精神 期盼我们接下来会更有底气 更有能量和更有信心 以融合艺术的精神 共治数码时代的艺术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